主席大家早 我想是不是可以请石足迹长 请主席长 潘委员早 早 主席长我想这个我们 主席系统基本上 应该跟一般我们还是 整个主席的人士 还是一条边吗 那我觉得其实 主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角色啊 因为在整个我们行政机构 整个运作的过程里 除了这个预算的编列 还有预算的执行 那其实我们主席人员 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而且甚至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掌控 这样的掌控 所以实际上透过主席 也能理解现在国家的 这个所有各行政部门的政策 还有这个执行的绩效 啊 落实的程度啊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 其实主席 其实应该要做 更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 其实扮演一个 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记得 因为其实我跟主席长 很早以前就很熟 一路啊 那其实我也相当的肯定 跟认同 但是我总觉得 一个主席的角色啊 可能就是不是政府要预算 我们都帮他想到 怎么给他钱啦 可能还要做一点 把关的工作 还要做把关的工作 就是说他不该用 我觉得我们不建议要给他 或者应该适度的 要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跟意见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国家的财政 才能在一个稳健的情形下 来进行 因为最近这个 当然世界各国啊 这个整个国家的负债 都是新高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实际上我们 目前的国家财政 虽然稳健 但是呢 债务也是在攀升的情形 我还记得就是说 那时候 我们大概一年啊 单单我们这个债务的利息啊 就将近是一千两百亿 一千两百亿左右 利息是多少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编 六百五十亿嘛 现在我们已经增加了 我们现在编多少钱 九百多亿 一千多亿 先一千多亿了 我们现在每一年的债务利息 大概是多少 101年度我们编一千三百亿 一千三百亿 但我们其实我说我们的债务的利息 应该是要多少 你现在编一千三百亿 我说我们本身是多少 这个就是依照该还的 何时算的 现在我们就是 利息可以全部还了 本金还没有开始还而已 本金每年我们债务还本 也都有编列 都有 那我们像101年度编多少 编列940亿 编了540亿 940亿还本 是还本 940亿还本 然后利息支出已经编了一千三百亿 是是 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话呢 是从今年才开始嘛 101年 呃 还本就是以 那个今年我们编到税客收入 百分之七点五 所以是编了 呃 940亿 那之前的话呢 是 六百 六百六十亿 六百六十亿 一百年度 九九年度都编六十亿 你那时候六百多亿 只是还利息的 还本 还本 还本又还到六百多亿 对对对 一百年度六百六十亿 那 101年 利息呢 利息 去年一百年 你利息 利息 一百年的利息 也是一千三百亿 也是编了一千三百亿 而且是核实编列 对 啊 但是啊 我就说 现在啊 你所编的东西 以前啊 都是借薪还旧啊 嗯 啊 所以实际上 你编了等于还是没还啊 对 呃 跟委员报告啊 事实上这个 呃 当然之前 因应金融海啸是不得不做一些 呃 措施 发放消费券 还有振兴经济 扩大公共建设 还有 刚好又碰到莫拉克 呃 风灾等等啊 所以举债确实比较多 那 那但是呢 这几年 政府也都在努力的 呃 降低这个举债的数字 就是跟委员报告 像我们 总预算跟特别预算的差短 占GDP的比例 已经从98年度高峰 3.5% 降到99年3.0 100年度2.5% 101年度会再降到1.6% 那那个举债的竞争数啊 就是实际竞争的啊 数字 有99年那个时候竞争的 举债数字是4107亿 那100年度降到3426亿 那101年度更降到2163亿 好 所以我们的持续下降 这是我们呃 努力的目标 目标啦 我们会从财政部 还有各机关 也是希望能够呃 尽量的呃 尊杰有关的支出 好 在开源节流情况之下 能够把这个预算 好 那个体质能够改善 是 那个我想这个主计长 你也知道就是 这个除了 这个呃 我们现阶段的状况 因为我说世界各国都在 呃 要要掌控国家的支出 或缩减国家的支出 来因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可能的经济的衰退啊 那呃 您刚也提到就说 我们现在其实都有做 这样的一个这个编列 但是我就说 你那个呃 实质实质上啊 这个这个数字 如果借新环就是说 我说那实际上 等于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还是在增加中 并不是减少嘛 实际的负债还是在增加 对增加数已经从 就是四千多亿降到两千多亿 就是我们持续在努力 是 那您觉得就说 呃 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财政部的 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国债中了 好 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啊 在国外这个国债中呢 是大家很注目 而且很关切 我觉得国债中线有 有没有 有了 在我们的要求下也做了 但大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好 那所以我在想啊 未来我我也希望 我们这个在主计 这个这个角色上啊 能够给这个 呃中央能够 就是政策上 有更多的建议啊 再一方面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对于 地方政府啊 地方政府的部分 财政 因为地方政府更是了 因为我们这还是国家的 整体的政策的方向 对一方呢 他自己也不断的举债 有的根本就是 先花了再说 啊 那对于这样的 如果地方财政 这个您觉得 这个现阶段状况哈 你有没有做过比较 各县市当中啊 这个呃支出 呃超过我们预期 或者就是说呃超过标准的 有几个县市 是这样子啊 那个当呃中央跟地方政府的 债务的举借 都受到公共债务法的限制 对那那个呃 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过嘛 我知道还没有 我们中央还没有 地方有没有超过的 是当当呃前一阵子 当财政部那边也有资料哈 有少数的呃县市 不过都也都在改善了 事实上那个呃 地方政府举债的情况 事实上也网站上也都有公布哦 那那是哪一些 嗯 就是有 哪几个县市 有有有少数县市 当然应该已经改善了啦 应该都在改善之中了 哪几个县市呢 那个有两个 一个是宜兰县 一个是新竹市 哦 是 那都都在都在努力改善 那 也我们处理 就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列执行情形 也会加强考核 好 那我想对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我们主记长能够多关心 地方的这个县市的这个财务的情形 是哦 要不然的话 这个你举债都超过上限或已经不合规定了 那这样的东西的绩效 那这样的东西的绩效是不是算是呃这个这个呃这个政府的一个呃到底是呃正面还是负面 因为民众感受不到 因为这个负债是一个数字啊 但实际上影响是很大 因为对方的财务的状况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财务状况 是 所以这部分也希望您能多关心 那我想今天我们是主记机构人员设置管理条例的一个修正了 基本上啊呃我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啊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央及地方这个主记单位 升任九职等的主记人员啊 都是由各主记单位合派或主记处以公开甄选方式产生啊 那我不晓得呃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对各机关的公务的这种呃熟悉度啊 还有处理事物及习惯跟人员间的默契啊 在公务的处理上还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呢对这些呃是不是呃这个市任的人选啊 呃是不是都地方都有向中央来这个报备备查 然后呢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是不是只是备查就可以了 这样子对于这个我想这个除了备查 啊就是我们将来对于这个中中级干部经验啊 啊能不能做一个累积啊 啊那对于这个样子啊我们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您觉得现阶段的这个状况呃是否能够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标准 是我想这个呃对呃全国主计人员呃呃呃怎么样能够提升这个呃我们的素质 让在机关里面协助那个推展业务啊能够做得很好 事实上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个有关呃教育训练等等啊 好那升迁我们也不断的在检讨怎么样让他呃能够择优来禁用好然后又循序的来禁用 然后每一个不同层级呃呃必须有的那个呃教育训练我们也现在也都不断的在呃检讨 所以我我相信呃呃我相信这样这样子这个逐级检讨然后呃呃呃责优来禁用啊 呃呃呃并且同同步加强教育训练应该都是会有帮助的 是那呃呃呃呃这个所以您觉得现在的这个体制都是这个非常合议 我们因为不断的在检修有关的呃呃呃呃山迁的规定等等啊 就是希望优秀的同仁能够很自然很顺利的能够升迁 好 我觉得本身主机人员都是很尽忠职守 然后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但是我们也希望 我相信主机长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透过我们主机人员对于所有单位做一些实质的一些考核 例如有没有这个预算上的浪费 或者是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政策应该给予调整 我觉得应该更积极 就除了被动的一方面编列预算 然后去审核把预算执行 但是做这些工作之外 我也希望应该能够更积极的来面对未来的职权 所能够关注到的一些问题 也应该作为这个相关政策的一些重要参考 好不好 是 谢谢 谢谢芷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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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帅榜 我?]tрат 最后开始参考 Propan